其实每次我们像去演讲 或者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说同学们 按照自己的投资属性 来去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然后我每一次呢 在课堂上面跟大家调查说 你们认为自己是稳健型的请举手 保守型的请举手 然后这个所谓的机器请举手 大部分的人都是说他是什么 稳健跟保守 然后都跟我说 老师我要一个长期投资的标的 可是呢 买了一档股票之后 两天下跌就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卖了 就受不了了 你下一集就要问说 10%不满意 他们又都不满意 对对对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 我就说 你们不要跟我讲说 你们是稳健还是保守型 你们只要告诉我说 你愿意花时间去思考 怎么样赚一块钱 还是你愿意花时间去思考 怎么样省一块钱 看是哪一种人 如果说你是第一种 你愿意花时间去思考 怎么样赚一块钱的人 基本上你就是属于积极型的 但如果说有些人是他愿意花时间去思考 说我要怎么样省下这一块钱 或者是五块钱的话 那他就比较属于这种稳健跟保守型的 那结果呢问同学 大家都是第一种 都是属于这种所谓积极型的 所以 我就说其实从这种我们潜意识里面 其实才可以知道说我们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那像我爸就是那种标准的就是文件型的跟保守型的 为什么呢 他脑袋里面都在想说我要怎么样省钱 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例子 我今天希望自己这几个我爸不要看到这样 像我们有一次是去探视那个朋友 那你知道林口长庚他的停车场是前30分钟是免费的 对不对 停进去之后 30分钟你出来是免费的 结果呢我爸就是那种 他就一直看手表 快要30分钟了 28分 他跟你聊天 20分钟的时候他说糟糕 我要去移个车 移个车 然后就把车子从那个停车场开出来 绕一圈再进去 然后再回到这个病房 跟我们那个亲戚在聊天 这样很花时间 还要下去移车 对啊你看 从林口长跟着停车场走到病房 大概驾五分钟 你来回大概就十分钟 对不对 那你这样子绕一圈 可能要花五分钟 所以其实跟病人聊到的 跟亲戚聊天的时间 这个很不合理 儿子这么会赚钱 他干嘛要这样省